伊朗问题舍当其冲 那么在本周闭幕的华沙中东问题会议上 美国建立了反伊朗联盟的算盘 刚刚落空 那么昨天 美国副总统彭斯又在慕安会上 指责欧洲国家削弱了美国对于伊朗制裁的效果 那么会议的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不甘示弱 回呛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 不可能实现遏制伊朗的目标 而在中导条约的问题上 欧美也是意见相作 舆论认为一旦俄美因为中导条约的瓦解 而陷入到军备竞赛 欧洲大陆将会首当其冲受到牵连 因此在慕安会上 默克尔直接表达了对于美国启动退约程序的失望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更是转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会晤 来商讨如何挽救条约 那么此外经贸问题也横跟在了欧美之间 今天美国商务部预计将会发布一份报告 可能会建议美国对欧洲的汽车来加征关税 而另外俄欧合建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也是一直遭到美国的反对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在特朗普的欧盟军费占便宜论之下一声嫌隙 美国政府全盘否定伊核协议的态度 更是为其加了一把离心地 让美欧进一步疏离的还有经贸关系 美方代表特朗普千金 伊万卡就在台下坐着 德国总理默克尔依旧向美方的 德国汽车威胁论叫起了板 莫克尔还力挺俄罗斯 指责美方试图阻挠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欧盟显示善意 俄罗斯也投桃报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上 谴责美方通过对俄制裁 恫吓欧洲国家 使欧盟蒙受巨大损失 分析认为美俄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析 日益增大 推动俄欧彼此走近 木立黑安全会议期间 我们看到欧洲对于美国 在安全问题上的不满 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 尤其是这次美国方面 以彭斯副总统为代表的 美国官员态度强硬 语言也很高调 所以我想进一步凸显出 美欧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会越来越大 不过有关分析也指出 欧洲也会权衡与美俄的关系 并不会在短时间内 与俄罗斯走得太近 因为对于欧洲来说 一个比较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还是在美俄两个大国之间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美俄的竞争之间 能够相互建立 比如说一方面通过美国 来限制俄罗斯 同时通过俄罗斯 来表达对美国的这种不满 相互建立 在美国的这种不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